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碍技术8,参加破解学习啊 我们的域名是3w.52gs8.com 无碍技术8 今天来学习我们的第五课 常用的破解工具认识与应用 常用的破解工具我们主要用的是PEID 这个就是插壳工具 就是我们CVM的右键 这个我们前一节课已经说过了啊 就是在在第三节课啊 认识软件是否加密这儿 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如何使用PEID 以及判断是否有壳没壳 这就是PEID 然后再就是OD 再就是这个LODPE 就是这个 这个主要也是一个修复 还有脱壳 然后还有一个PE编辑的一个作用啊 这我们用到时候再讲啊 这些啊 然后还有那个import REC 就是这个 这个主要是一个修复的作用 啊 在我们都以后会讲到 啊 这一刻我们只要认识一下OD啊 什么是OD OD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OD啊 它一共有四个区域 一共有四个区域 左上角这个就是这个大的啊 就这个是CPU窗口 然后这个右上角的是寄存器窗口 也就是这一块啊 然后这个改变成像这个是解释啊 右下角还有一个小窗口 这个小窗口在这儿 大家一拖啊 一拖就能把它拖出来啊 就这个地方 平时它差不多都是重合的吧 一拖都拖出来啊 就是这个 它显示这个的 呃 右下角 右下角是内存窗口 左下角啊 左下角是内存窗口 右下角是堆转情况啊 啊 我们把一个程序给拖进来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CPU窗口啊 这是这一块 啊 我们这个分别是地址 就是这一列 这是地址啊 然后机器码 机器码就是这一列 第二列 呃 第三列是汇编代码 这是这一些 啊 这是这一些 注释啊 注释就后面这一列 是空的 我们要自己添加 啊 这个是我刚刚添加过的 我们双击 双击之后就可以添加 或修改 啊 都可以 就是双击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 知道这个地方出现机器码一次 啊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为了自己方便 自己看 然后我们就这个地方行航啊 出现 第一次出现机器码 啊 然后右上角是寄存器窗口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它反映的就是这 EAX ECX EDX 这些寄存器里面的值 还有这些标志位啊 改变这些标志位啊 也可以影响 跳转啊 就跳转 这些都可以影响到 然后 左下角是一个窗口 可以 ASC码 或者是 unicode 两种信息 啊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修改 右键 然后有一个 这个文本 有ASC码 64字符 32字符 unicode 都可以来换 转换 右下角是 对战情况 就是这个地方 它 它那个 有时候我们有些 注册码 或者是机器码 都会在这里显示啊 还有来自 调用 还有返回道 都会在这显示 然后经常用到的快捷键 F2是下断点 就是说 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找一个程序 这个有壳 这个我换一个 这个不好 我们用这个啊 来做一个演示 是这个软件 我把它拖紧了 我看一下 有没有壳 首先都是要先查一下壳 有没有壳 啊 这个是加了个VMP的 我找一找 有没有没壳的 好 就这个吧 这个它加的是个UPX的壳 大家看到啊 用这个PID 直接可以查是个UPX 工具 工具包 得有脱UPX的壳 我们在脱壳工具这儿啊 直接用这个脱壳机 拖进来就能 发生异常脱不了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万能脱壳机 啊 在工具包里有 就是在我们无碍技术吧的 那个 呃 工具包里有 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 点一下脱壳 它就全自动脱壳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壳 啊 C++6.0 可不可以运行 可以运行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程序 给拖进来 我们现在要学习这个啊 好 这个是C++的入口特征 啊 就这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F2是在需要的地方下断点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按一下F2啊这个屏幕录像专家可能就暂停了我双击醒了我双击在机器码这双击也可以下断点或者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右键断点切换就是这个断点就是 英特3断点 然后我们就是说运行程序的时候 我们就运行到这儿就停下来了啊 运行程序是F9也可以点击这个这个三角形这一点击就运行了 然后又因为我们刚刚刚在这下了个断点 程序运行到这儿就暂停了啊 你看大家看就停在这里不动了对吧 我们如果解除这个断点 再双击 大家看到这运行了是吧 然后这就运行了 如果我们要重新运行这个程序 就是这个双键头 这个双键头 点击重新加载啊 这个地方点付 F3是打开程序 然后这个我一般都是直接把它拖进来啊 拖进来 这些都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只把文件打开或者是附加都可以啊 还有这个F4是运行到哪一行 F7是单步进入 F8单步跟踪 F9这个是运行啊 就是运行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儿下一个断点 F2下断点 然后我们按F9运行 或者点这个键头运行 我们按F8 F8也就是这个数值向下的键头 它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大家看到 看这个红杠一步一步往下走 还有像这样跳转 大家可以看到 JNZ 这些我们下一刻讲 这些指令啊 跳转就是跳 让它跳呗 我们现在认识这个怎么走 然后我们再来让它重新来一遍 重新加载 然后Full 好然后我们再来运行 大家看到它断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再按F8往下走一步 比如说这个CALL 这个CALL我们要进去 要进CALL就用F7 就是用这个 拐弯进去这个键头 刚刚刚我们按F8它就是一路往下一直下去了对吧 这时候我们按F7或者直接NZ一个 它就进到这个CALL里面来了 它就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按F8接着往下走 你看 你看正好从这个CALL里出来了 如果我们按F8的话 它就两步就过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运行到选定位置 就是F4 比如说我现在要运行到这一行 让它现在它在这儿吧 我要直接让它运行过来 然后我们就是右键在这儿 直接按F4也可以啊 就点击这儿以后 点击你要运行到那一行 直接点F4 它就干来了 但是我一按F4屏幕楼上的专家就停止了啊 所以我只能右键断点运行到选定位置F4 它都有解释啊 有注释 这个运行这个快捷键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程序就运行到了这里 然后就这样我们再可以往下走 然后还有一个F9 F9一个就是ShiftF9 还有Ctrl加F9 还有Alt加F9 Shift加F9就是忽略一些异常 比如说我们首先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程序吧 我们用这个程序 我们运行 先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 把这些异常给忽略一下 好像这种情况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程序它运行起来了啊 有的程序我们只有说点击F9运行以后 运行一下 它就比如说断在这里了 断在这里了之后 它没运行起来 下面会提示 按F8或F9 按Shift加F9忽略一常 然后再往前走啊 这个我们遇到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讲 然后这些用不大上啊 Alt加F9 有一个返回 Alt加F9是返回 这个比较常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儿 执行到用户组的代码 这儿 也可以 同样 这些都有解释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些 这个OD的别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暂停 什么是暂停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重新这个运行 这个程序太大了 我还是用刚才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先取消断点 我们运行这个程序 好运行以后 我们点击暂停 你看它就会暂停下来 然后它停在这儿 这也是我们方便 我们一个调试的功能 大家看 现在它这个是个灰色的 是暂停状态啊 我们再点击运行 它就恢复了啊 它就又开始 又可以这个了 这儿有一个断点啊 这应该是个内存断点 断点 我们把它删掉 大家稍等一下 我去开个门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E E是模块的意思啊 是这个加载模块的意思 然后这个M M是那个内存镜像 这些都通过 可以通过那个块键 Alt啊 Alt加E Alt加M Alt加这个T是线程 好像这些都不大常用了 这些都不常用了 这个C是 C是那个返回啊 返回到这个 返回边这 然后K是那个 那个调用对债啊 对债的调用 B是断点 比如说我们刚刚 在哪一个地方 下了一个断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 下了一个断点 我们按B 就会显示 显示这个断点的位置 然后这些不大用啊 你们再看一下 这些地方 这个记录 记录是OD的一些运行记录 这些用的不算很多啊 然后这些内存 这些刚刚跟这是一样的啊 这些断点什么的 还有这些插件啊 插件这些东西 非常强大的 这些东西都是 插件的位置位于 那个 我们现在找到 那个OD的根目录 而在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面是插件 我们可以自己下一些插件 放到这里面啊 就一些插件 放到里面 插件也不一定说是插件多 你的OD就好啊 就是有用的插件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到以后我们用到之后 都会给大家来演示 还有调试设置 这有些异常啊 对于有些壳 有些壳我们要忽略一些异常 它才能正常的来调试和脱壳啊 然后这些我们就是一些断点啊 断点 常用的断点 比如说信息框是Message Box A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我们运行 先取消这个断点 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信息框啊 如果我们再运行 它就会弹出一个信息框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 这些以后都会用的啊 以后都会讲 现在我们都简略的这么一说 大家用的多了之后 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的就会用了啊 好 这一课直接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有不懂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群里提问啊 好 感谢大家观看